一大群鐵道迷冒著雨蹲在鐵軌周圍 拿著相機想拍下這一瞬間 火車頭拖著車廂在鐵道上移動 緩緩開進盛興車站 三義鄉長在現場跟台鐵人員了解情況 因為日前當地公所赤資百萬 跟台鐵購買了廢棄的三個車廂 11號晚間6點50分 三階車廂沿著九三線鐵道出發 沿途因為坡度太陡又下著雨推不動車廂 最後卸下其中一節直到晚上九點 才終於送到盛興車站 過去的父親號以及普通號的這些車廂 他放置在盛興車站跟余騰平斷橋 兩個重要的觀光景區 當地公所購買的這三節車廂 目前停在盛興車站跟龍騰斷橋 因為苗栗舊山線轉型 成為第一座鐵道自行車 當地為了推動觀光飆下的車廂 打算將來打造成為觀光景點的一部分 可能會把車廂規劃成營業場所 或是餐廳總懷舊鐵道封路線 吸引民眾來拍照朝聖 吸引民眾來拍照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